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而张晓凡和陆雪奇自那场大战之后便无半点踪迹 而在这数年间 青云门有一名弟子陈玉峰 渐渐引起大家的注意 此人沉默寡言 功力修为不在掌门消逸才之下 坊间传言 目前青云门能摧持诸仙剑阵的只有此人 而青云门的老对手 鬼王宗 自那场大战之后便群魔无首 内部派系灵力四分五裂 为争夺魔教圣物 浮龙顶 自相残杀 在弗龙顶惨烈的争夺之中 一个叫七杀的人最终脱颖而出 七杀本是鬼王手下的得力汉将 而七杀暗恋的碧瑶和敬重的鬼王 都是因为张晓凡而死 所以他夺取弗龙顶只有一个目的 重启四陵血镇 杀张晓凡 毁青云 灭万事 与此同时 七杀要重启四陵血镇的消息不禁而遭 中原正邪两派均闻风而动 天鹰寺 焚香谷 自会尽全力相助青云门 而何欢派早早便与七杀定下盟约 共同进退 除此之外 远在南疆的圣巫教 一直与中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无论他们偏向某一方 都会影响战局最终的结果 四陵行镇即将再现青云 古剑诸仙蓄势待发 一样的世界 不一样的轮回 梦幻忠仙 online 即将开启回合之战